2 1 請揭曉 人滾滾的單顆大眼頭燈 遠看舊像之變色的小小兵 老牌機車廠轉型推出電動車後 獲得市場青睞 第三季銷售創新高 產品線也再度延伸 新型的電動車鎖定的是綠牌市場 可以看到它最高的車高 來到73公分 一般的女性也非常方便來上下車 而前面的腳踏板的部分也加大加寬 方便菜籃族來放置物品 新款智慧電車歷時兩年設計 采用電動車龍頭的平台 並自主研發車架 配置上只有單顆電池 讓整體車身更輕巧 還有4.3吋的智慧儀表 加入省力中柱 多功能掛鉤等設計 瞄準女性族群使用需求 在我們的明年的整個商業計畫裡面 我們認為這台綠牌車 是有機會可以挑戰 佔到我們的總銷售的數量 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三十的狀況 推出小車就是鎖定以往的綠牌市場 油車50CC俗稱小綿羊都是二型乘引擎 不符合更嚴格的環保法規 目前幾乎都已經退場 但民眾還是有需求 就由電動車來強勢戰 輕量化的幾何車頭 車身使用皮皮塑料 電動車龍頭旗下同樣有平價買拆車款 售價扣完補助三萬元以內 比iPhone還要便宜 目前市面上也缺少像這樣的產品 不過整個市場它是依然存在的 所以在電車的車廠這個部分 就很積極的朝這一方面去做發展 綠能當道 但價錢還是選擇的關鍵 各縣市都有持續補助 電動車免客牌照稅 優惠期限到今年底屆滿 立院裁委會二十號完成朝野協商 以政院版本 有望延長四年到二零二五年底 替民眾省得保 正月實際上獲獲獲獲得